观众朋友好 我是老板讲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沿用53年的减速流氓条例 在2009年1月23号 由马英九总统正式公告废止 有将近200个末代流氓 他得以走出延关 还有东城技能训练所 在过去呢 流氓管训是一种霹雳手段 他并没有经过司法审判的过程 所以也就没有刑期 换句话说 政府想要关你多久就关多久 这一种军事化的管训手段 不断没有达到教化的功能 反而让全省的角头 还有黑帮有了大串联的绝佳机会 也导致日后的帮派组织 反而是更加的严密了 而且是更有技巧的 披上了保护的色彩 而同时间无形旗的管训日子 也特别容易造成求情不稳 比方说在1987年 就发生了两次非常严重的监狱暴动 特别是绿岛的暴动事件 造成八个人死亡 警总最后还动用了 俗称是黑衣部队的军方 特种单位 他们从空中还有地面 展开了压制的行动 首先我们先来看 当年这一段 大哥们他们在阎湾 还有绿岛的监狱风险 当年疫情专案的发动 当然有它特殊的时空背景 有人说当年台湾 如果没有疫情专案的话 这治安问题恐怕更加的恶化 不过也有人说 疫情专案根本就是 冲着陈其里而来的 其他被管训的大哥 活该倒霉 要陪陈其里坐牢 而另外一方面 疫情专案 而意外的提供了台湾 黑道帮派一个交流的机会 还有平台 也俨然成了是一种 犯罪的训练班 或者说它是黑道的升级班 因为流氓是越管训越大 在警总高压的军事化管理局下 终于出了大乱子 延湾还有绿岛暴动 管训队员死伤非常的惨重 但这一场惨烈的暴动 也引发了社会高度的关注 这一群大哥们 他们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数年前作家江南 他在美国旧金山遭到了暗杀 结果引起了一场足以动摇国本的大风暴 在美国庞大的压力之下 上至情报局长汪锡林 下至当年动手杀人的逐联邦分子 陈其里还有吴敦 当年都被判处了无奇徒刑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江南案 陈其里和吴敦后来获得了减刑 他们关了六年之后重获自由 吴敦自己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搞得是有声有色 他捧了不少大明星 在前一阵子呢 吴敦还打算把江南案搬上了大荷幕 我们今天就来看 一个当年江湖道上 人称鬼剑仇的竹联邦老大 他如何摇身一变 成了票房保证的影视大合 电影这一行呢 吴敦他看人的眼光 特别的精准足道 在他的手上捧红很多的大明星 比方像是林志颖 大约是在17年前 那个时候香港四大天皇 红翻了天 相信之下呢 台湾的演艺权 好像是推不出 什么样代表性的偶像明星 吴敦他大概是看准这一点 他把17岁的美男子林志颖 推上了线 结果造成了一股小旋风 当时林志颖 还只是华刚艺校的学生 据说有歌迷 为了想要接近他 争相跑去报考 而在一时之间 华刚艺校也声名大噪 在林志颖之后 培育出许多相当优秀的艺人 在当年包括了林志颖 金城武苏游鹏 还有吴奇隆 他们被媒体封为是台湾的四小天王 这人气之旺呢 和香港四大天王相较 被说是毫不逊色 谢谢 先包两天王 往前 先包两天 好 往前 先包两天 好 往前 往前 来 一路好走 好了 老师 谢谢 恭喜 被广训队员 吸称是延湾大学的 台东延湾技能训练所 终于在2009年 农历过年前走住了历史 末代的管训队员 在踏出延湾那一刻 象征了减速流氓条例 从节日起正式的废纸 应该本来就要 没有这个条例 对不对 这个条例本来 早就要毁掉 对不对 这有这些都嫁上来 要当年过年 是不是这样 非常的好 在这个时候 在监狱绝对不能放的是这一首歌 今生离别后 何一群再来 盐湾技能训练所 专门管训流氓和贯献 这里实施军事化的管理 因此被流氓奉为最高学府 不论是拿着菜刀切肉包水饺 还是在办公室打扫 被关在盐湾技训所的流氓 随时随地脚疗手铐不离身 因为他们可是被认定为 严重的暴力分子和流氓 江湖上面流传 没进过盐湾大学 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大尾罗门 我早期盐湾苦行 折磨管训队员 也让人温风丧胆 那扁弹是有技术的 如果他对你好 拿中间这样打 对你不好了这样子 如果再不好的话 速得到 打得晚上 那个这边 真的是全部是紫色的 不能这样睡觉 就趴着睡觉 很可怜的 我几乎每天 大概至少十个人 要被打一百扁弹 假设人抓到以后 他就先把人干 带回来 他带回来 到了他们那个 那个紧闭室 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拖到 那边很多甘蔗 就在甘蔗园里面 拿那个铸铸棒 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就给你乱打 就穿着泪裤 就会给你打 把你打得 全身都是伤 尽管逃脱管训队员 被抓回来之后 少不了是一阵的毒打 但是只要有机会 管训队员还是不断地 想逃出延湾 两个人拒束 去处的时候 他不是树要倒下吗 就说 球要斗 就一喊球要斗 就树要倒了 大家小心一点 球要斗 一喊斗的时候 至少跑到二十倍 那山上大概有一两千公尺那么高 你跑到山下来以后 跑到山下 那时候山地人 抓到一个有一千两块奖金 所以从山上跑下来 大概一百个跑不到一个会成功的 我看那个他们人已经收过来了 我没办法跑了 那我就只有躲到这个路边 那个茅草这个地方 我就这样拱到那边了 那他们就 他们四五个人就站在这边 拿着那个熟透棒就站在我这边 你知道吧 我就刚好就就在这个下面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为什么看不到我 因为一个士兵就这样走走走 就走到我这边 站在这边 他说没了 他说没有 他说走了 那时候我整个心脏快停掉 那时候一被抓到 我也不会住在这边 那一定百分之百被打死 1995年延湾继训所改建 采取特殊的迷宫概念规划 也就是监索采菱形设计 各区规划独立的运动场 每个菱形区在以围墙区隔离 成为台湾第一所监狱迷宫 这种独特的设计 也让逃出延湾 变得是难如登天 那菱形的设计 它就是变成说 切割再切割 然后在这个工厂里面的 这个收容人 它就跟其他工厂的收容人 碰不到面 延湾和绿岛技能训练所 走入了历史 象征台湾人权保障更上层楼 但是过去在这些地方 也曾经发生过 死伤非常惨重的暴动事件 并且催生了 本省卦最大帮派组织 天道母 确也是管训队员们 无法抹灭的斑斑血泪 时间回到1984年11月11号的深夜 台北市警局各分局长 刑事组组长和刑警 几乎全被紧急召回 到底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只看到宪兵各警进进出出 充满着肃杀的气氛 而这一次的行动就是台湾治安史上 有名的一清专案 国安局局长都坐证台北市警局 把跟帮派很熟的一些 警政的刑事人员 的官员 跟可能通风报信 都借开会的名义 把他们到市警局列管 不让他们跟外面通电话 1984年11月12号清晨 一清专案正式启动 台北市在几天之内 就抓了五十几名帮派大割戟的人物 一清大嫂黑总共实施了三个月 总计全省超过3000人被捕 外省挂的帮派重要人物 包括有汉鸭子陈其里 伟健筹吴敦 竹联元老周荣 人称钟馗的李宗馗 四海帮蔡冠等人 本省挂的重要人物 包括有台北闻山的罗浮柱 基隆的吴童潭 台中的延青彪 嘉义的蔡启芳 屏东的郑太琪 在娱乐界则有台北的周乃忠 和高雄的杨灯馗蔡松雄 另外竹联邦花季忠 和他的女友 也就由女王峰称号的女星陆依禅 也一起被捕 小头帮派大客一网打进之后 分别送往台东的延湾 和绿岛馆区 就一轻 把全省的三千多人 所有的大脚 我没忙 因为这间从不抓到绿岛 他没有告诉你 你是什么罪名 没有 抓到以后 然后爬有没有枪 有枪的 一定用判乱罪 送法院 不合理你怎么办呢 吴董你怎样 上头说要抓这个人 你都不去抓 他去立岛 他按警长给你送立岛了 一年之后才给他去通知 只发一个问 你们俗情不良 现在在立岛再教育 一轻专案雷厉风行 江湖上一片风声鹤唳 几乎所有被捕的角头老大 都是以撼乱罪嫌拘捕 并且依照恶行程度 和在道上混的大小尾 共分成七级 其中A级和B级的审恶分子 一律押送绿岛 并且带上脚疗嘶吼 你如果犯罪的时候再加热 再加热 再加热 伴来说他挂六级 我是挂四级而已 你挂四级 挂三十二级 对啊对啊对啊 你挂四级 你挂四级 对啊 人家不怕 叫你挂走你就会有 又唱歌答书 吃汤圆的时候 吃一个 我对不起我父母亲吃一个 然后我对不起我家吃一个 大家哭啊都有眼泪啊 这样折磨我们知道 指挥官就等于说 你这样 拿一个眼睛飘哇飘 眼睛飘眼睛飘就变 眼睛飘 就把叫出来被打了一顿 就眼睛班在管训队 闹着这么一个笑话 当时台湾政府还没有解言 延湾和绿岛直训队 都是由军方进行管理 管训中的大哥们 名为接受职业训练 实则如同进了明德班 在军队的强力压制之下 或者暗无天律的生活 想要脱逃的下场 极有可能被火火打倒 那我跑出去以后 他也要跑 因为他本身 他那个近视 是八百度的 他只要晚上 不戴眼镜 他看不到 看不到外面 后来他在跑的时候 眼镜掉了 然后还是冲 旁边都是铁石网 一冲的时候 人就趴到天窗 被抓了以后 当场那四个月阿兵 就拿一个厨房 就可以乱打 把他全身伤 很会乱 然后把他送到警闭室 然后他死的时候 就两个手这样抱住 衣服都烂掉了 然后第二天就僵了 他比较军事的法官 所以他们反弹性会比较大 所以他们反弹性比较大 他会以严重发力挺强的话 我们必须要装作 更厚的发力 像这个 三四棚 他会有什么样的黑布 因为他有一个发力挺强 他们或许会对一个 反弹人员 他会有攻击的经验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 黑色的布幕 把他挡着 农作 粗糙 直讯 开路 找其绿岛还是一片荒芜 现在的环岛公路 是由早期的政治犯 到一清管训队员 陆续开挖出来 但是管训这种霹雳手段 完全是违宪又违反人权的做法 队员们因为不知何时 可以结束管训 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一清把我们都抓来了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放出来 不想 有人传说要三年 有人传说六年 有人想说到底什么时候不知道 所以他们求情就很不稳定 家人要来问 到底当时会回 其前一条锅 大家都想大约在东西 你问我何时硅谷里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知何时结束管训 队员们怨气怒气逐渐地累积 而方派之间有时候也会在监狱里头 因为戏固火拼 甚至闹出人命 为了钱啊 为了什么东西啊 在里面还是会动 那有一个队员就是 被那个扫刀啊 整个扫 整个切断 切断以后就丢到海里面 丢到海里面以后 然后就飘飘飘 就被那个槽 就打不掉了 那这个事情 那警惠组的话都 才能把你盖起来 在各个管训队当中 几乎都是竹联帮 外省挂大哥的势力 本省挂的地方小头 虽然人数已不少 但是因为各自为政 形同一盘散杀 开庭的时候啊 整个台北开始 被竹联撕下来 等于说 你如果到了看守所 竹联就是你的爹 就是你没有跟竹联在一起 你就活不下去 一个少校的副队长 他也是很凶 很恶劣 把我们这些人啊 不当人看 欺负了很那个 那里面的那些兄弟啊 就想办法写条出去 打电话出去 就堵这个少校 后来到最后 我跟他们讲说 那个脚筋啊 就被剁掉 竹联的做大 让这些本省级的大哥们 非常有危机意识 但真正推动 天道蒙组织成立 其实是方派之间 一次很小的摩擦事件 迎接张勇洋 张勇洋就在那时 就在台东里做压缩事件 就在落几个外省的 落几个月的时候 我找到台北的时候 他们这些东西 骗到房间的 我把它补一下 补一下金屎石贵 他们的你怎么没有 阿布陀陀佛 阿布陀陀佛 叫福祖 叫民督安去聚会 聚会才开始找一个天 因为一星专案都是用非常手段 把他们抓进来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犯政的 所以他们认为应该 主持民进党 所以这个天道蒙呢 他本身有对抗外星帮派 还有主持民进党 这个意思在这里 在疫情管训期间 那个没有希望不见天狱的 封闭环境 对这些大哥来说 反而形成了孕育新帮派的 绝佳唤性 天道蒙的组织逐渐成型 二十几年之后 有一件传说在当年 发生的轰动大事 可现在还在江湖中 被流传着呢 管训队 他们都是军方在管理 不可能让你澄清出 你卸出来 那杨东凯他们想一个办法 自己的手打断 大家写了联名的这信 就夹在那个手里面 就到台东去 然后再把这个信 泄露给记者 1987年7月15号 台湾正式宣布检验 但是延湾跟绿岛管训 何时可以终止 却依旧是遥遥无奇 同年11月28号 也就是一清专案的三年后 延湾资讯队开始发生暴动 队员从火房 偷出了煤油和燃料 占据了三栋的房舍 和警总管理员废职 那时候那个晚上 哇 很震撼 你不知道 哇 来了几百个人 然后拿着那个盾牌 拿着那个棍子 然后走进来的时候 是两排从大门 分三路 拿着那个盾牌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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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以后 他们个头都很大 一进来以后 马上就把那个盾牌 就压着那个铁门 那时候我们里面就拿了个玻璃窗啊 就砸了 玻璃砸了满地都是 然后里面呢 还有放火烧 11月29号 大批的阵暴部队集结延弯 并且对暴动的队员发动了攻击 有十多人被打伤 其中周奶中的伤势尤其严重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马上说 哎 这个 然后进去 然后夹出来 马上靠起来 靠 然后坐那边 然后直升机来 然后架回去 一站起来拿到那个棒子 就头上就打开去 就血呼 就流出来了 守谋的81个人 被绑起来用直升机送到绿岛 关在被通过市 绿洲山庄的国防监狱里头 延湾暴动的消息传到了绿岛 直讯总队的队员群情激愤 大家于是决定放手一搏 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死伤 并且震撼台湾本岛的 绿岛暴动事件 1987年11月29号 管训队员占据了整个四强山庄 并且在门口堆满毅然步 双方对峙一天两夜 12月1号 警总调来县兵里 俗称黑衣部队的空降特行队 从空中看地面 向暴动队员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第一线的管训队员首当其冲 桃园阳博县 桃园的方班 他 挠挠不挠 他叫那个震宝部队 同时冲进来 大民冲进来 大民冲进去 他们有能持木棍站在床上还击打我们 所以阻碍救火的时间 当时开了几枪 后来有没有突兵过 当时总共是开了三把手枪是六发 护枪弹是五十发 由于状况失控 四强山庄后来引发了大火 等到暴动和伙势控制住之后 发现了八具队员的尸体 堆叠在寝室的后方 情况惨不远度 根据当时检方的起诉书内容记载 由于有暴动队员在寝室内扑洒没有纵火 并且用杀虫剂喷洒助人 造成八名队员逃避不及 当场被烧死 十二名涉嫌纵火的队员 因此被依杀人罪嫌起诉 但是根据当年募集的拐军队员 提供给我们的 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三个军人 是个阵霸部队 有些人在铁头上 都怕 这些八十差不多两个 这些进来一个连的宪兵 不知道宪兵还是 反正就是 都是拿M16 前面打的都密封窝一样 二十四个人中弹 欧阵你说这八的四両后 结果他现在就说 这八的四両千里的心情 把这八的拿来吃 叫五位来签名 有个大哥来签名 说你 你 你看到 他来说 你看现场是 这样是 黑消息 对 签罗 这个你爱慌心 就是这样打死 绿岛暴动事件当中 黄庭星等12名 被认定纵火的队员 因此被依杀人罪嫌起诉 逼审判决死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经过多次的更损 黄庭星等人 改判为8到9年的 有期徒刑 再经过民国80年的减刑 实际服刑 4到5年左右 现在他的手 仍然扭曲变形 就是绿岛暴动的 后遗症 我说你哪有这些人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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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主谋 他说我就无法去 挑战 挑战 对 不然你看看他 认识的人 大家好够好 不去哪 哪有叫他去哪 帮我有生人 有生人 十几个生人 因为我跟你说 那没有生人 没有要去哪里 不然不能说 那边都要去哪里 那边都要去哪里 他们有生人 但是那些人 死人 是他们那边都要去哪里 那些死辈 那些是边都要去哪里 绿岛暴动事件 在二十多年之后 仍然真相未明 疑点重重 管训队员也质疑 当年检察官 和法医的验尸报告 这一次严重的暴动 参与人员 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他们无形其的 痛苦煎熬 也终于让外界看到了 人权团体开始 介入奔走关切 终结管训的呼声 也开始响起 1988年4月4号 蒋经国总统 过世后的百日 政府大规模 办理减刑 1400多名管训队员 分批释放 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 第一批获释里有 包括杨登奎 蔡松雄 竹林总执法 成功 花季中等人 当年陆一产 和柯寿良 则是等在台东机场接机 同时管训期间 所形成的新组织 天道盟 随着大哥们 结束管训 而开始壮大 不少人进到了政界 存回议会保护宅下的名义代表 他所抓的人 都要抓到乡村委员 冠议员去的都没问题 冠议员那时候 有很多人出来算 风格叛叛 差不多都 在政坛上 差不多都是 那目前您的手下 有没有跟你报告 这车子到底是谁 我没有手下 大概你是我的手下 你们这个老是媒体 都是好朋友 你们就要这样 你是助理 有没有人跟你报告 不是你这样太敏感了 猫不再老死就会做怪 他这很有名的 几个会儿就是 李博是一个准确会儿 离过去的孔雀委员 那时候是 那个吴宏团的太阳会 一去会 原先也没那么多 后来又增加很多会 那时候罗夫处 当选立委 后就又增加很多会 他就认为 罗夫处现在当立委的 政府不太赶紧 对他怎么样 也有大哥进了商界 宣称已经脱离邦派组织 但实际却是大吵 薄青哥和六合彩迁主 在几年之后 天道盟迅速的作大 已经和竹连四海 形成三足鼎立 也成了警方头疼的 新兴帮派 开枪打死好友 犯下杀人罪的 疫情扫黑除了造成 黑青入青政界商界 也造成帮派的质变 过去的小弟因为大哥坐牢 纷纷扶正变成大哥 而过去的大哥在出狱之后 才赫然发现 自己早已失去的地位 由于黑道帮派火瓶制议严重 1990年7月 政府发动俗称 二清的扫黑行动 逮捕全省的帮派 和地方的角头 当年在演艺圈 已经有一定地位的杨灯辉 二度被扫到 1996年 政府执行了第三波 全国大扫黑 也就是制评专案 直升机全天后的待命 随时准备押送绿岛 上午在检察官李靖成 进行复训之后 李宗辉和日前 被台北市行大逮捕的 四海帮仁爱堂堂主陈光宇 在今天中午 1点10分 被空中警察队的直升机 押往绿岛监狱 当年一清暗的大客们 几乎都再度地榜上有名 尽管他们在政界商界 都已经打下了一片天 但是江湖一片险恶 大客们只有选择出国避难 政府扫黑 每次都是找特定人 所以他们经常给我讲 我们每次一听到扫黑 我们先跑 为什么政府一定找我们 所以他们很火 高绿兵也要换班 每次都找我们 不过我心里想 这个是你混兄弟必要付的代价 要不然你就不要混 减速流氓条例废止 大哥们不用再担心 坐上的直升机 可以押送延湾和绿岛 有人担心 少了减速流氓条例 这个紧箍咒 台湾黑道帮派将会全面的做大 但问题是 如果流氓管训 可以克制帮派的话 那么天道蒙 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减速流氓条例废止之后 流氓行为全面的回归刑法 对于帮派组织的新形态的发展 政府也得要想出一套 有效的管理机制 1984年台湾的情报系统 吸收帮派分子 执行暗杀任务 当年独联邦的陈启理和吴敦 在中党爱国的使命感驱使下 飞到了美国旧青山 暗杀掉了笔名叫做江南的作家 刘一良 1984年10月15号 刘一良命丧在吴敦 以及董贵森的枪下 没想到这场暗杀行动 竟然会演变成一场 足以动摇国本大风暴 在美国的压抑之下 1984年11月12号 政府执行一清专案 陈希里·吴敦 因为涉嫌非法持有枪械 共同谋杀 以及非法结社 遭到判处无期徒刑 经过了减刑之后 最后关了六年多 在1991年重获自由 今天出狱了 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现在心里的一个感受 心里啊 很高兴啊 那么你出狱以后 短期之内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短期之内也没什么计划 你会不会拍电影 我会走电影事业 陈希里出狱之后改做生意 因为罹患了风潮癌 前往柬埔寨 过着独居的生活 直到他临终之前 都无法再踏入台湾一步 就有很多事情就推在他 摘在他身上 他就回不来 那进行 因为他当时没有收到船票 就进行通缉 撤销护照 对他相当的不公平啊 而吴端则是回到了 他最熟悉的电影圈 当年他在蔡阳明导演身边 担任舞制片 负责保护片场 和演员的安全 为了避免兄弟来导论 当时的电影制片 还有专业的分工 所谓的文制片和武制片 文制片纯粹负责电影制作 而武制片呢 则是要专门解决疑难杂症 吴端当年做的 便是武制片的工作 不然这演员现在今天讲好了 今天要拍我的戏 不然他要拍戏 他就把人给押走 那我们去把人抢回 可是对方也没有通知 对方也没通知就是谁硬嘛 所以就有我 我讲的这文武制片的生存的空间 谁比较强势 谁可以把演员搁回来 谁就比较有办法 吴端一开始不太顺利 经常成为剪警冰烧的目标 一开始在有什么专案 什么专案的时候 也是风声喝泪 反正一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 总是跑不掉的嘛 那一直到后面几年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全力 整个在做工 在经营事业上面 慢慢也就淡化了 帮派的身份 虽然一度为吴敦带来困扰 但换个角度来看 吴敦也因为当年参与江南岸 让他因此在如联邦里头的地位 大幅提升 以前进去的时候小弟啊 那出来就变大哥了 一个人关这么久 就是 就有很多资源 大家会就是 往他那边输送嘛 就是那么辛苦嘛 关了这么久 所以他从这个江南岸以后 出来做电影 对他是更 帮助更多 吴敦有跟了 刚开始拍戏 他也去跟了一两部戏 就是蔡阳明的 跟蔡阳明导演 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制片机 他不是从基层做的 但是他有自己去了解电影 然后了解了电影以后 他才出来做老板 以他的背景 这个是有一个 对他有蛮大的帮助 因为主联邦的嘛 然后主联邦基本上 在香港朋友也很多 那如果他在这个拍戏要请演员上 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会请当地的朋友帮忙 那而且拍戏也是给钱嘛 不见得是外面哭说 这种事情都要靠打打杀杀也不一定 那个是最后没办法的时候 要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手段 都有一个方式 你又不认识他 你干嘛哭啊 你在这一直哭 如果我不陪你哭 让别人看你的话 或是我不够一起 你想害我啊 1993年 一遇这部电影的续集拍摄完毕之后 刘家昌发现 要是这个场景 只用一次拍完之后 就一把火烧掉 非常可惜 因此他和吴敦协商拍摄电影《梅珍》 找来当时相当受到欢迎的 八点档连续剧 《爱的女主角》金素梅来主演 没想到这部就地取材 临时创作电影 竟然获得了圣地牙哥电影展的 最佳影片的奖项 也把金素梅推向了影后之路 吴敦当年的扮演角色 在协调演员的党旗 仇募资金 还有听导演说故事 然后把故事翻上大一幕 他们曾经在资深导演 蔡阳明的底下一块工作 竹岩平他的创意 还经常透过吴敦得以实现 我那个时候呢 到楼下去看到他 早餐 跟他吃吃早餐 听他讲讲故事 他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新的故事 我就去西门殿 那时候电影都在西门殿 早起的时候 我西门殿回来 就说那个故事我已经卖掉了 像林志颖啊 徐洛轩啊 郝尚文士小龙 这些都是公司的基本业 是我们去发掘的 是我们一路从 林开始一直这样做起来 一路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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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敦开电影公司 包装明星有他的一套 比方像是当年红吉一时的 好少文以及世小龙 就非常的成功 另外当年以少女队出道 但是却没有走红了徐若轩 在和吴敦签约之后 也终于打开了知名度 吴敦捧那个徐若轩的时候 徐若轩根本没有航情 对 然后要拍写真集 也是经过他同意 就说用这个来 可以写真 可以把它带领到 另外一个境界 后来真的果然 属大家所预料 那个写真集红到日本 吴敦最擅长捧星人的地方 在于他非常会包装演员 比如说他那时候 在电影里面 他要包装徐若轩 要捧叶玄珍的话 他会让戏里的老中青 所有的男生 都来迷恋这个女主角 那你想想看 有这么多人 不管是男主角也好 小孩也好 大家都这么喜欢 这女主角 那这个集万千重案于一身 那你想这女主角 很难不红 徐若轩在爆红之后 曾经有盗版商 要拿出当年的写真集 打算狠捞一笔 吴敦在知道之后 认为事态严重 破坏了他的原则 因此决定要出面处理 写真集 有人就盗版 在卖 我就很生气 我通知金小商抓到他 我说你们好像下架 不然我一定对付你 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他今天成就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我们何必再用过去的那种 那种为了经营的手段 经营的需要 做出来的东西 再回到过去的阴影里头 他也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陈基里是我们大哥 他做人做事 他都是很正直 很公正 那伍敦应该是会受他很多影响 他知道说市场点在哪里 他的敏感度在哪里 那因为现在是电影 一定不是只有台湾市场 还有大陆市场 还有东南亚市场 甚至于能够打全球的话 市场能够打进去就打进去 那当时他就是看周杰伦 他有这个市场价值 所以他就找周杰伦拍戏 然后把钱就直接堆在 堆在周杰伦的面前 搞电影搞了那么久 胡敦他有一套电影的命运说 他认为每一部电影都有他的命 但是卡斯和梦幻组合 则是先决的条件 比方像是功夫灌篮 在大陆商营时 碰上了大陆血灾 他们原本以为 这票房恐怕是毁了 但是没想到 却意外地开出了 将近三亿的红盘 在商业电影的领域里头 就是说我在市场上面 可以得到的钱 我是全数地投入 那去拨后面的成绩 那这才是我一贯的理念 因为林志颖后来她红了以后 在学校回来报名的同学 来回到报名的新生 就是想要来考我们这个 好多年校的学生 从九百个人变成好像是三千多个人 因为学校比大学连考还要难考 比高中连招还要难入学 他那时候还没有 他只是电视节目 大哥电视节目上一个曝光录 我觉得不错你把他牵来 我一路做他 没有一部戏 不是为了他去堆砌 你怎么了 我找妈妈 那怎么办 每天晚上 妈妈都抱着我 还唱歌给我听 被你打败了 来 我帮你 牵挂的是我明天 林志颖小时候留着一头妹妹头 加上一双大眼睛 经常被认为是小女生 长大之后 林志颖还以美男子的形象 踏入了歌坦 不但女生喜欢 连男生也都爱她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觉得她就是很可爱 她刚刚倒退 又来了 不是 她倒退完了 看看我们还没停 她又想办法编舞蹈 1992年 17岁林志颖出道 1993年 她成为有史以来 登上香港红刊 最年轻的艺人 最年轻的艺人 她18岁就登上红刊 开个人演唱会 那真的是台湾的创举 那时候她到香港去的时候 在饭店里面开签名会 哇 那个 指的水泄不通人山人海 林志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出道 她上节目的时候 常因为雀场经验不足 为节目制造了不少的笑料 但林志颖她总是表情腼腆 微笑已对 在偶像当道的90年代 林志颖她的出现 的确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像她这样子的帅哥并不多 所以她一下子就很能够胜出 马上就在台湾立刻就红起来 因为她从唱片开始这样子包装 她甚至还红到香港跟新加坡 就是当年的那个时代需要的帅哥血统 因为日本有少年队 摄氏子队 然后台湾有小虎队 在这个中间缺乏一个单人的偶像戏 上天给了林志颖一张明星的外表 我要能够成为内外兼取的全方位艺人 或者是耐看耐听的歌手林志颖 得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林志颖看来说他非常紧张 因为他可以说出道到现场 第一次唱现场 而且给他改一个歌他就很紧张 而且讲真的 我们这个后面的大哥哥大姐姐 看到你这么紧张 我们都替你紧张 他以前心目中的偶像是王杰 然后王杰有一首歌叫 忘了你忘了我 所以我们以前去KTV唱歌的时候 他就很爱唱这首歌 但是他只要唱到忘了你 我们全部人就要帮他数 一二三四 他才会忘了我 但是他的节奏感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他是为了这个东西 他也去找音乐老师来学 除了情学体操练肢体 培养节奏感之外 刚出道林志颖当年去一度因为咬字不清楚 发音不准受到了嘲笑 这一点也让他感到非常地困扰 他以前啊 呢 呢 不分 就是日本 他会说日本 一个帅哥如果超帅的 然后忽然跟你讲说 日本 日本人 那不是很倒胃口 他非常非常地去注意他的咬字 所以他去上声音班 如果没有朋友可以带你开车 让专业的指定驾驶 送你平安回家 改善了咬字发音的缺点 加上无敦安排的戏剧练习 林志颖脱胎换骨了 哎 到底没帮人家割多少 西瓜道吃了一大堆 会不会不好意思啊 嗯啊 不会 偶像文化开始走素人风啊 开始走 像后来的就是 人家讲说丑难当道啊 等等等等 他整个漂亮的面容 已经开始没有办法 沉住他整个的形象的时候 他开始懂得收敛跟转战 宣传 林志颖那时候拍我们的 是我公司的基本演员 他时间还没有到 他说他想拍电视 那时候电影还没落 他没有拍电视 那他因为合约还没有 他在拍电视 你说好 你要拍电视 你接到小鱼儿这个角色 我就给你解约 就让你自由 他后来就争取到小鱼儿 所以他第一套喜欢 因为我知道那个剧本 一定慢 那就绝带双交 他就也争取到这个小鱼儿 过来衡攻他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 吴敦是蛮有商业连光的 因为他如果 他知道林志颖 他把林志颖捧红 他香港的那个黄金 就来找他拍戏 在吴敦戏剧的打造磨练之下 林志颖他的演技大为提升 并且由歌手转型为实力派的演员 他的触角由台湾扩展到了大陆新马 横跨了大小荧幕和歌坛 尽管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 但吴敦无疑是林志颖 在演艺圈里头发迹的重要推手之一 当年黑道人称的鬼剑仇到今天电影界里头的炸制片 我们从剧本的角度来看 这的确是一个有爆点也有卖点的故事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 吴敦就会把自己的故事搬上大一幕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火烧杯墙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